大家好 又到我們敗家的時間 我們今天繼續玩MIFLEGION 今天玩的就是這個 研磨套的研磨 其實這個我已經期待已久了 但已久到我忘記了什麼時候出現 所以收到的時候當然非常驚訝 印象中我是第一次玩MIFLEGION 好像之前推出過的騎士套 或者綠神套都是這款MIFLEGION 但我未接觸過 這是第一次接觸的大MIFLEGION 在訂這個的時候 當然我是訂了研磨馬 我當時就做了一件蠢事 我經常想其實研磨也有一雙翼 不知道研磨馬可不可以裝一雙翼 在訂這批貨的時候 我看到它有散的零件訂 例如手腳和翼 我訂多了一雙翼 我看看可不可以裝在研磨上 或者在研磨上 但當收到貨 看了實物圖片之後 實物圖片之後 不是圖片 發覺應該是不行的 我先看看 我看我們這次研磨的packing 這次看看旁邊也有那個實力 logo 跟之前的脈眼面不同 也有資料角色 後面有大兩隻研磨之餘 也展示這次研磨室有哪幾個角色 看回現在我對這對外置翼的配色 其實這對翼應該是配 要是配這隻小妖 要是配這隻惡魔的 事不宜遲 我們先開了這麼大的研磨 這次我們要介開的膠紙 應該都是比以往的多 好 那裡面呢 先看看 裡面呢 這裡是有一張 有一張 我猜不是說明書來的 是不是 嗯 是啊 是一些說明的東西來的 叫大家玩得小心一點 一些小妝的位置 那些東西看著 不要太硬 浸在熱水 出入風筒那些 就是那些 那麼 再拿到packing 研磨套裝出來 嘩 這麼實的 還要扣著呢 咦 一開就 首先呢 對了 就拿個pack液出來 那我們可以乘機 對比一下兩隻液 那麼 我眼望呢 應該是顏色不同 其實大小是一樣的 那麼 其實近鏡望 我這個外置液 其實它都有做到 有做到塗裝的 那麼 那些 液的膜 和骨架位置 是不同顏色的 那麼當然啦 研磨這個顏色 就會比較容易望一點 另外再看看 研磨的主體 嘩 嘩 貼著膠紙 嘩 這次我們的部分都 其實不算很多 但是呢 看下去的陣容都很華麗 和豐富 加上這次有特效件 我知道有特效件 不要說太多了 讓我先把研磨出來 好了 好了 我們把研磨君請了出來 那 我們不如先看看 那些部分 首先 剛才對翼 我們可以 拆出來近鏡看一看 那 它除了 顏色 尤得非常漂亮 那 本身 膜 和骨架 尤了 漸面色 在中間的位置 那 所以呢 對翼的效果 是非常之好 那 而且呢 它背脊 即翼的後面 這個位置 它也在坑紋上 有了陰影色 所以整隊翼的 塗裝的質感 做得非常理想 這個我猜不到 好 那 看完 我當然要看看 這麽大的肩甲 這次的肩甲 是一個 瘦型的設計 它有了一個 黑鐵色的 眼睛 亦有了一個 金屬粉紅 看上去的質感 非常之好 這次真的會 像鐵器 不像之前的 猛臉的武器 反攻感 那麼重 那 它的肩甲 有一對 一對肩甲 其實它的 形狀是不一樣的 雖然是對稱 是對稱 但是有分左右的 好 再看看它的劍 其實我自己會略嫌 最初我會略嫌 太小 但現在看上去 我們的炎魔 其實也不太大 所以現在的大小 是理想的 這次的炎魔 整把 是只有 劍柄 有少量金色塗裝 整把都是黑鐵色的 劍身 也有炎魔 我本身的樣子在上面 很自戀 它 劍柄 也有一個 應該是 骷髏骨頭 小丑骷髏骨頭 這樣的圖案 在上面 另外 這一個 就是我第一次在Miffeligious 看到的特效件 一個火焰特效 雖然它是透明膠 也做了一個漸變式的圖裝 而且它沒有我們平常玩 Miffel Legends 或者是 DC Multiverse 那些特效件 這樣的質感 它這個 是硬身很多的 不如我試一下 在鏡頭前 應該是套下去的 不過很硬 其實會不會 會弄花一點油呢? 而且它 真的很質感 對 那麼 對 先拍實一點 好 這個應該就是 裝陷了這個 火焰特效件的形態 其實這個特效件 穿出來的 效果非常之好 本身 這把劍 是黑鐵色 所以它可以在 特效件裡面 填出來的 效果 我覺得應該是 近這半年 我玩過這麼多 特效件之中 成功 成功最好 效果的一件 非常好 再來看看 我們的主賽 炎魔軍 這次炎魔軍 首先一來 就是一個非常 特別的頭部 其實整個頭部的造影 我個人覺得很像阿修羅 首先是一個 烈焰的法官 我也不知道他是頭髮還是皇冠 造型非常之超西 另外有一對非常大的惡魔角 還有一個非常有型的 這個 是面罩 也不算是頭盔 只是在前面 這個面罩的眼睛 這個位置 其實它有少少動動 但是它又動了角 它是不可以完全脫開它 我們在那個 眼罩的屁股位 可以忍若看到 它的眼睛 是一個 黃色圓圈的大眼 如果我們近鏡 在屁股的眼睛 它的樣子是很呆 很傻 另外 它有非常稠白的牙齒 也有得非常仔細 油膩沒有令牙齒合在一起 調理非常分明 另外耳朵部分 它有穿耳環 也帶了一個比較潮的耳環 在耳朵上 也有做到塗裝的 還有耳朵的上面 這裡 它有做到一些 漸變色的 應該是 讓火焰照 即是那些光 那些火光 照到耳朵背的樣子 這個是很細心 而且非常靚仔 原來它後面這裡 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 金屬的 棺位 可能它整個 頭是一個環 不是只是面罩 再看看它的身體 身體 身體 也是我們之前見過的 好像 我們之前開過一隻 又紫色又綠色又黑色 MARTER OF THE UNIVERSE 致敬的 TRAP DRA FIGURE 它的手和身體 是用了這個硬件 當然 塗裝是有分別的 但這次 它不是一個 不平衡的設計 這次兩邊手都是這種 盔甲手 首先 我們看看它的身體 它的身體 它是一個 漸變色的塗裝 非常漂亮 另外 我們也很親密 可以看到它的 它是胎生的 所以它是有肚臍的 另外這次胸口 它有兩條 皮帶 是套上去的 不是黑上去的 是部分 只是 皮帶 都是平時我們用來套劍的 皮帶 它有兩條 交叉 就套在身上 另外 剛才說的 手的護甲位置 也是之前說的 很獵奇的設計 規格 會在肉的裏面 那一種 那一種 待會裝了肩甲 就會遮住這個部分 應該就沒有那麼突压 這次的 這個 其實 面罩 護手 腰帶 裙甲 和腳 都做了一個 金屬 的 乾素 塗裝 所以 看上去 質感是不錯的 就不會有膠感的情況出現 這次是完全不會的 非常非常好 但我個人不太喜歡這種 我喜歡這種手 但我不太喜歡他手這個位置 他整塊四隻手指 一卡過 加上這個造型 好像人家的 焗煉蛋糕的隔熱手套 我覺得那個造型 有點怪 有一點點怪 再看看我 非常靚仔 這個應該是新PASS 應該也是 跟我的頭一樣 一個非常有型的 惡魔 頭 也有做到 硬眼 或者硬頭也做到 一些金屬的銀 和粉紅色塗裝 做得非常仔細 做得很漂亮 另外 它的裙甲 首先有一個皮的質地 不過這個皮的質地 就略嫌亮了一點點 是的 但也沒有剛才我們說的 那種很重膠感的情況 始終我們 我們上一集 幾天過馬面那兩個鎚 之後應該什麼問題 都可以對應到 我們 亮一點不是問題的 不要像那兩把鎚 那麼亮就可以了 好了 那裙甲火魚了 哈哈哈哈 那大腿 它也有做到 漸變色 這些位置很厲害 它也不適合 不知是否因為 它遇到你這隻 是騎馬的關係 所以大腿的位置 也做一些給你呢 不知有什麼關係 這些腳的位置 都是跟之前一些 重甲的角色一樣 硬件是沒有分別的 我眼看下去 好了 既然我們就看了我們研磨的細節 是時候 要把那些屁股裝陷 肩膀其實不難裝陷 反而 有一件事要看回 其實之前我經常都說 它會給你多幾件 這些小屁股 是用來裝一些翼 裝一些披風 這次 真的有一雙翼 我們就看看怎樣裝 應該用這兩件 是一件PASS的 我一看回那個洞的大小 應該是用大這個 首先 拿出我們其中一邊的 惡魔翼 這裏有一個很短的順位 是很短的 我真的有點擔心它不吃力 而且它又是裝陷完才噴油 那些油一捏下去 就可以脫掉了 可以脫青了 我試一下在鏡頭面前 先裝一裝 應該這個突出來的位置 在裝FIGURE的時候是向下的 我現在順利的關係 我就這樣裝 看看能不能撞到 嘩 是不行的 我先浸一浸熱水 好了 已經浸完熱水了 各位記住 以及這件銀色的配件 都要浸熱水 這樣才可以很Smooth的 裝了液架 裝液架等它變凍 現在就很硬 暫時就不會有兌液的情況 好了 已經準備好了 首先我們拿出炎魔君 露出它的背部 首先看看 它背部的皮帶是會遮住孔位的 我們要揭開 而且它的套件位置在正後方 令皮帶後面的位置厚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我們插PASS 不要說太多 首先拿出 額頭的肩甲 放進去 先放進去 先放進去 嘩 多好實 不過就不需要浸熱水 就已經拍到了 另外 放在這一邊 好 首先我們看看 放了肩甲的樣子 馬上拍了很多 差很遠 它大隻了很多 真的有堅甲 有加分 還有 它現在 肩甲兩邊的惡魔翼 加上頭上的六隻角 真的非常有型 這個 真的非常有氣勢 還有這樣更像下修羅 不知道為什麼 我相信它的設計性 應該也是故意這樣 好 重頭戲 我們先安裝 先把肩甲的肩甲 先把皮帶拉開 然後 就把這個 撐下去 看看會不會頂住 希望我在鏡頭前做到給大家看 嘩 這個位置真的有點難度 好 好 還是撐到的 還是沒有問題的 好 我們的 燃魔100%型態 終於完成了 我再把燃魔劍裝在手上 大家就可以看到 把所有PASS裝在身上的燃魔軍的真正型態 其實在我拆開包裹 看到燃魔的實物的時候 我心裡是有點失望的 原來這麼小 為什麼之前看官圖 好像這麼大隻 但是 到我現在裝嵌完之後 看到效果 真的非常驚艷 我玩了這麼多隻Miffin regions 第一隻是 開合有些失望 裝嵌完之後 立刻信心回來的一隻 非常奇妙的角色 大家會看到 其實它的翼和把劍是重新的 所以 我放了一些PASS在它身上 之後 大家會看到它的手 是有點凹凹的 就是手腕位置 不是手臂位置 而是手腕位置 其實平時這種手型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擺劍姿勢的時候 可能都要留意一下 另外對翼現在在收賣的情況下 暫時都OK 沒有對翼的情況 不過呢 就令到這隻炎魔的身 自動 自動挺腰 對 由於它挺腰的緣故 整隻的重心 現在 很少挺穩固 我沒有做任何加固的情況下 它都站得很穩固 不過一會兒打開對翼 展開對翼 展開對翼的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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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預設有三格的 當然 你也可以展開超過三格 但如果這樣做的話 應該就會穿崩了 現在這隻是打開了第一格的形態 雖然這隻的角度要調整一下 但是暫時還站得穩 再來就是炎魔翼打開到第二格的形態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話 其實右邊的翼已經開始凹凹的 但是厲害 到現在這樣 它依然還站得穩固 最後這就是炎魔翼完全展開的形態 現在的樣子 十中十 再生合家的惡魔人 最驚訝的是 它依然還站得穩固 不過它的腳的傾斜度 已經開始有少少Michael Jackson 就來到展示活動的環節 平時我會在裝滿了PASS之前 就展示活動關節給大家看看 但這次的炎魔比較特別 再加上 其實它的身體跟之前有兩三隻的DF角色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不如今次我們反過來玩 我們看看裝滿PASS之後 我們的炎魔軍的活動能力去到哪裏 首先 我們由頭部開始看 因為頭部波階 360度轉當然沒問題 也沒有被肩甲頂住 非常之好 來到手這個位置 由於本身裝了很大的惡魔肩甲關係 所以前後的幅度 只有這麼多 另外我們平舉 是會頂住的 雖然肩甲可以拉高一點 但由於這次的肩甲 有太多裝飾 所以它拉高的時候 也會頂住FIGURE的耳朵 所以我們平舉 只是一點點 但當然我們的手肘 的關節範圍是不受影響的 而且手肘是有平轉的 另外手腕也是可以平轉 以及做到內外接的 非常之好 另外腰部 沒有讓腰帶影響到 也做到一個大範圍的擺動 另外腳步位置 首先 橫舉 先開了翼 翼要頂住 是接近90度 那麼 前踢又如何呢 前踢完全沒問題 90度 後踢 會被群甲頂住 加上肩甲頂住 所以加上肩甲頂住 不能去90度 但也算是理想的 當然 大腿位會有一個平轉關節 膝蓋的位置 接近90度 非常好 另外膝蓋也有一個平轉關節 到最後腳裸 腳裸是一個球形關節 球形的上半是可以平轉 下半部是可以做到接地 另外它向前有這麼多 向後呢 由於那個 既然會頂住 所以向後是比較少的 最後的最後 我們來看看翼 剛才翼的關節 展示了 其實它插在背部的位置 也有少許可動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它可以向上 拉近 但由於 兩邊翼的正常 應該是 平衡的 所以 你只想向 拉高一點 否則兩邊翼 就會不平衡 另外 這個關節 是可以 幫你把腿 拉後一點 我們應該是可以做到 先打開腿 先打開一格 我們可以做到 沒錯可以做到接翼的 但是呢 由於對翼真的挺重的 是會掉出來的 這些事情就要小心一點 如果大家想去玩對翼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離開身體的話 還有一個小辦法 就是利用前在胸口這兩條皮帶 我們只要慢慢有內心地 將這兩條皮帶 包住銀色這件小部件的外圍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 比較好的承托力 去托住這件銀色部件 對翼玩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掉出來 最後我們看看比例 首先拿出來的 是上一集的主角 20周年的通返馬面 現在拿出來的 是我的治愛 小型的Mifiligion角色 哥布林王 最後當然要拿出 這個普遍的炮人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們四隻的大小比例分別 這次炎魔軍的開箱 我們這次炎魔軍的開箱 我心情好像玩了一次過山車一樣 最後的成品我當然非常滿意 也覺得四騎士工作室 找了炎魔單大騎 做這次系列的主角 絕對是正確的選擇 大家不要忘記 炎魔軍還有一隻專屬的炎魔馬在騎 我們下一次開箱的時候 究竟會不會再玩一次過山車呢? 各位拭目以待 各位啦